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当地时间3月9日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本周五参加与日本、印度、澳大利亚领导人的在线会议 普萨基告诉记者 这次会议将代表四国领导人首次会面 他说这表明拜登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的重视 日常将于12日举行的四国会谈的参加者 正是美国及其印太战略的支柱盟友 虽然普萨基并未透露会谈具体内容 但可以预期应对中国挑战是避不开的话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